妹妹同学,请问你的二零一支三床王先生 今天要进行的护理活动有什么呢? 老师,王先生因为肺癌 装置中心静脉导管PoA在左前胸臂 今天要进行换药 我等一下就去准备用物哦 目前PoA的换药都是七天 并且直接换针跟消毒处理 你的病人要换药的理由是什么呢? 学姐说要换药,所以我就去做了 妹妹同学,在做任何的护理活动 你觉得是直接听学姐的指示呢? 还是要探究事情的缘由呢? 感谢老师的说明,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妹妹同学,你有去进行病人伤口的评估吗? 有的,我去看了王先生的伤口 因为昨天有少量的淡粉色肾液 所以学姐在矫针下垫了纱布 目前纱布潮湿 对了,所以我要更换纱布 很好,妹妹同学 你能够进行伤口的评估 并且了解换药的目的 这样才是真正的护理照顾过程哦 好的,老师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用物哦 美美同学,换药的物品当中 你是否要再次检视一下正确性呢? 我拿了换药包 透明薄膜肤料 无菌换药纱布 无菌手套 FPS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